大家好 歡迎大家關注新聞看點 我是李孟陽 經過雙方認真努力的脫商 原定兩天的美中腹部級貿易談判 延長到今天 就是1月9日中午才結束 美方代表團可能在晚些時候要離開北京 截至到目前 美中雙方表現的都是異常謹慎 都沒有宣布磋商的結果 不過 中共外交部卻表示 磋商的結果很快就會發布 可能還包括下一輪磋商的時間以及如何舉行等等 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上 中方表示雙方磋商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延長談判是因為雙方更加認真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推文說 加時談判說明了雙方都在努力地化解分歧 參與談判的美國農業部副部長麥金尼在談判結束後表示 談判進展還不錯 他在酒店告訴路透社 經歷了不錯的幾天 對美國來說是不錯的 但是對於記者的進一步提問 他好像不願意回答 據知情人對法廣表示 美方代表要求的很細緻 每項都希望中方確保做到 比如說 向美方希望中方明確將在哪個日期之前 採購什麼貨物 如果北京通過修改法規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 那麼美方希望中方不會再利用許可證 環境監管還有其他領域的阻撓等等 對美國企業形成干擾 美方還要求中方列出 應該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就兌現的補貼清單等等 有跡象顯示 雙方在採購美國的農產品 以及能源商品和放寬中國市場准入等問題上 可能是取得了一些進展 有了解談判情況的人士告訴路透社 總的來說 談判是建設性的 在採購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但是這位消息人士也說 比較難確定的是 如何讓中共信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 消息人士透露 雙方的談判雖然在採購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在美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 以及如何讓中共信守承諾兌現承諾的方面 分歧卻進一步擴大了 換句話說 美中分歧的關鍵問題仍然談不攏 消息說 川普政府一直要求中共進行結構性改革 以停止盜竊知識產權和強制轉讓美國的技術 對於中國大批量的購買美國貨 並且降低市場准入的門檻等等 香港《經濟日報》認為這是預料之中的事 因為雙方談判之前 中方就已經不斷出手 購買美國的大豆 石油 液化天然氣和金融服務等等 另外 昨天我們知道 中共又批准了五種轉基因作物的進口 《華爾街日報》指出 中方的這個舉措 將幫助美國農業部門消化積壓多年的生物技術種子庫存 這些種子一直在等待著中方的批准 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了 施以銀彈增加採購美國貨 外界認為這是中共最容易做到的 也是樂於滿足美方的訴求 因為正好可以借機向美國示好 大家知道 中共賴以維繫政治社會大局 對於穩定的GDP增長 應嚴重放緩 中共急待在這一輪的談判中取得一些成果 制止貿易戰滑向更糟糕的局面 如果達不成協議的話 那麼川普政府在3月2日 將會提升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中共有可能在玩先易後難這個把戲 就是先用銀彈穩住美國 然後讓時間去消磨一切 香港《經濟日報》認為 接下來進入到深水區階段的談判 那才是真正的角力 在這個階段中 中方可能不僅會感到難談 而且不會輕易讓步 中共很難完全滿足美方的胃口 所謂的真正的角力 那就是指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涵蓋著產業補貼 知識產權保護等複雜議題 這可是牽動著中共的利益紅線 甚至都會影響到中共的政權 而且 決力的對手也可能會升級 由白宮的鷹派代表人物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將對付習近平的主要經濟助手 中共副總理劉鶴 商務部長羅斯昨天也釋放了一個悲喜交加的信息 說達成協議容易 中共是不是遵守並執行協議 這個就難把握了 華廣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 美方之所以戒心難除 那是因為中共在這方面的記錄太差 美國有深刻的教訓 我們知道北京以往每次談判都承諾開放市場 結果 在華的外企遭遇到的障礙確實在逐年增加 這也是萊特希澤主張鐵腕對中共的原因 這位鷹派的主將認為 中國採購多少美國的商品這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共必須做出結構型的改革 他希望川普繼續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 迫使中共改變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說 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實施多項方案 比如繼續維持對中國商品核增關稅 直到北京真正兌現談判中的承諾等等 時事評論員傑森表示 可以預期美中雙方下個階段的談判 將會更加艱難 不過那艱難可不代表著完全悲觀 中共有可能再次耍太極 表面上跟美國達成協議 甚至有可能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 然後用妥協後慢慢兌現的方式換取時間 傑森指出 以往的經驗值得注意 為了防止中共以拖待變 川普政府應該有監督保證 或者執行的工具 加強有效執法 用這些來確保北京兌現承諾 好的 感謝您關注 各位新聞看點 待會兒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